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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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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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公司的同等 他送给我的 杨先生 我曾经在八八雪灾之前 爬完南横三星 爬关山 库哈诺星生 关山岭山 八八雪灾后 南横柔长寸断 要再前往 一夜 听众感慨 适世多变 有梦即时 所以玉山之行 很快就成熙了 一行人 共十二位 大家都陌生 凌晨中互相交换登山经验 在檀树的过程中 所以才整理自己的爬山故事 以前爬山 总是在乎何时到达 山路走不走 现在 能体会流汗的畅快 以享受咬牙族行时 平静地面对自我 与绝对的独处 只剩规律的喘息 以完全放空的心 这些经验 历程 都是来自爱智 是杨先生 为我们开一扇登山的门 就像您常说的 爱智愿意提供一种机会 一种可能 而我就是那幸运儿 在玉山山顶上 我有满心的感谢 但是 我没有特别的雀跃 我想到的是 在台湾的最高处 一天一定更近 更近 天神会更清楚地听到我的祈求 祈求这么好的人 这么胖的老板 一定要健康起来 身体要好起来 在玉山山上 我忘记一棵岛墓 树干分裂成许多小碎片 就像一块巧克力 我想着 这棵树从小在这每一个山林里 吸收日月经 享受晨悟 活物及飘动的山栏 由小树 长成大树 到变成岛墓 它的每一片碎片 都有着大地的金黄 与灵气 存在着大自然的祝福 当下 我取了一小块 想把这像巧克力一样的 甜美祝福 送给杨先生 这来自大自然的祝福的力量 将陪伴您 度过每一个抗地的日子 能量百分 我对您 是一片年 对公司有无限的感谢 工作 已经不是工作了 大家更像一家人 大家在一起 期盼健康的念力 爱的祝福 一定能帮助杨先生 路过这关的 加油 祝健康 顺心 谢谢 那再来 帮我一下 来 我要放一个影像 这个是 不是文字了 是本人 但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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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